我才被你嚇到了耶 你知道大如雪片嗎? 就沒啦 恭喜喔 恭喜妳看 妳說什麼啊 大字截圖給我看 哇大字截圖又不要停 嚇壞大家 所以有可能 劇組還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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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ер pre 婚酒 都結婚 �ý 琳莉 譬如早 劇組還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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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組此 如果像全世界都在成這樣一點 我不喜歡 但有的女生就希望結婚是這種 我不會特別喜歡 就我不會說我一定要什麼樣的求婚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哪一種都好 那就是屬於你跟你很在乎的人的一種唯一 不管是你被嚇瘋了也好 或者是你覺得很平淡很感 我覺得都是一種 很像是預設的 比如說朋友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在我會 都會的好多耶 我要去參加我朋友很驚喜的那種求婚的時候 我也一直就是跟那個男方尖叫 我說不要這樣啦太突張了啦 很害羞耶 可是後來去也發現其實蠻感人的 我也是哭得嘻哩滑喇叭 主人在這啦 對啊 所以 所以 他的橋段是什麼 就是 一人一朵玫瑰花 然後要有人假裝防仲啊 帶他到一個空曠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會在後面露營 就會看到他那種慌張 然後不知所措的樣子 然後就主角才從一個不知名的草叢 還是哪裡就冒出來了 就其實 沒用想像了 會覺得不要啦 很丟臉 很害羞 可是真的實際參加又覺得其實也蠻感的 現在我們三不五時還是會拿出來討論 那一天 因為主角突到那個眼鏡起霧耶 就是對 因為就沒有預設 會怎麼樣 所以 所以也OK啊 但如果是很平淡的 我也覺得很棒 那雪片方的東西 飛來你都怎麼回來了 我第一個最激動啊 我就大叫 蛤 就覺得蛤 什麼事啊 你放我什麼事 後來就喔 假的假的 你不要再問我 沒有點到 他就感受到 我對付宣傳遇運動 所以好朋友有什麼好宣傳遇運動的樣子 那你會很訝異嗎 他講出什麼認真的話 可是我看內容也沒有 也是在宣傳系啊 沒有吧 應該沒有吧 沒有在現場 是嗎 是嗎 是喔 那我就是知道了 他還蠻意外的 以為他又會隨便做有什麼 可是我沒有 沒有 好吧 你們都在喔 這會把你們在 對啊 如果他真的跟你說回來 不會 不要這樣 不要問我 我不知道 你是隨時可以接的 現在就是 可以接誰 不知道耶 還是說希望 你就再個三年了 不知道 就是以前作文寫說28生 28結婚 30生小孩 就是這件事被打破之後就隨便 那你也才30而已 沒有 但我覺得就是 我真的不喜歡預設 就是對什麼事情 包含拍戲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 認真對待 但是不要去預設 我覺得那個就不有趣了 所以你也真的突然公布就說 啊 我們結婚了 就這樣 我不知道 好我真的不知道 可以接受驚喜嗎 驚喜 好 好 好上去 好沒有啊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有越活越燙的感覺 就是 金牛座本來就是一個會 希望安部就班的人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我現在越來越坦 上升星座 處女座 走到 上升星座 處女座是這樣嗎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 但我就覺得 我不想預設 我對什麼事情都不想預設 我工作也不想預設 會有過什麼 這是有可能閃婚的 不知道 那如果我閃婚了 大家一定會知道 中午啊中午 好啊 好啊 不是假口 那已經承諾我們 上次我們 我們要開錄的記者會 也是聊了一樣的話題 對啊 你也是說中午 我中午 看到誰都是觀眾 對 有一個 中午 對 對 所以他 那個 不以為有不可以跟你解釋一下 沒有 沒有 那你有出問他說 現在是這樣嗎 好 寫片班啊 我才想問大字節 不是只有我寫好不好 因為 第一個 第一個 就是問我的朋友 就是 解 你寫的那一詞 然後 那其實大家都寫了 哎呦 怎麼會這樣啊 關我什麼事 對 明明是他要宣傳 他的作品 怎麼好像我也生力其中威嚴的感覺 好的 不過你報那個編劇的時候 那個感覺真的蠻問的 哎很真實耶 他的那個眼神 就是他剛來這個 他剛來這個 他剛來這個世界 他就很懵懂 就是帶著希望看著你 嗯很真實 嗯很真實 又哭 就不自由啊 就不自覺 這個也會是 真的就是 對其實沒有預設 沒有預設我看到小baby會怎麼樣 因為要 就是他們今天跟我說 會有一個 剛出生的baby的時候 我非常抗拒 那你不太敢報復 連一個月的小嬰兒 我朋友生的小孩 我都不太敢報 我都覺得那是一個責任 然後他才三四歲 三四天 更小 他真的是這樣耶 然後這麼軟 我就說 我不要 不要交給我 但他 他就一直跟我說 那你就說 先走了 他就一直說 可是這樣很真實 很真實 對 所以我也覺得 對 為了戲好 然後我就一直問說 那爸爸媽媽是真的OK嗎 我就說 他OK 還說想跟我拍一張照 就是 對 三天出生就當演員 對 三天出生就當演員 對 對 他們一抱來 那個觸感 跟他看得 真的就融化了耶 我就懂了 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要說 有生小孩 才完整 這樣 對啊 有生小孩 順其 自己 我以前一直都非常想生 我覺得 就是當媽媽 是一個 很棒的事情 可是後來 欸 有人有電話 但後來 我就 我現在 反而想法 有點改變 就是我覺得 就順其自然 然後我覺得地球 現在也 就是 未來的狀況 我覺得大家都很辛苦 然後我也不知道 我生出來的小孩 我不會讓他 在一個很辛苦的 世界中長大 就開始會想很多 他會覺得 因為我領養狗狗 然後我就會覺得 雖然他不是我生的 可是我養育他 然後我跟他 也有很好的感情 然後我就會覺得 那如果 我領養一個小孩 是不是也可以完成 想要當媽媽的這個心願 我不知道 我就會開始想很多 但是就會覺得 但如果真的有一個生命 想要來 來到我的身邊 就借我的身體 來探索這個世界的話 我也覺得 非常好棒 但就真的順其自然 因為他 我媽媽試管 以前是這樣的 千辛萬福報 帶來這世界上 我就覺得 真的太辛苦 有可能先有後患嗎 蛤 是不要啦 是不要 對 我覺得是不要啦 還是 好 謝謝 我覺得是不要啦 謝謝 真的 好喔 感謝各位 你好休息喔 好啦 中午告訴你 沒有啦 不要去問我 對阿 我也覺得 真的 好喔 接散 謝謝 蛤 還在拍 但 差不多了 好喔 接散 謝謝 音樂唱的戲 是不行 有 所以後來我們就變搭鏡 搭音樂的組 對 喔 自己搭 對 自己搭 對啦 而且 因為我覺得 也比較好 因為劇組的人 人真的太有趣 我們七十幾個八十幾個 就音樂應該要讓他好好的 營運 所以後來就搭鏡 對啊 我們的景都 搭碗 就燒掉了 很酷 就是因為活 我們 要活在 對啊 活在 很有趣的 拍攝經驗 好喔 謝謝 好 掰掰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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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